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,小时候我们就学过课文三峡,看三峡七百里中,两岸名山月无雀处,成年蝶杖引天蔽日,其所描述的壮丽的景象似乎又在眼前。 而我国也看准了三峡的行为下所蕴藏的巨大的潜能,因此利用它的天然地势,为我国的能源利用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历时12年投资上千亿元,耗费无数人力物力,建造世界大工程三峡大坝,但现在网上有网友就开始散布谣言,说一旦三峡大坝被炸开了一个口子,那将会淹没我国下游大部分地区,到时候老本性们无家可归,但实际情况则固然。 写不谈三峡大坝日夜轮首的拓肘兵队伍,让窥喜的人无几可乘,哪怕是其自身的坚固程度,也是可以让人十分放心的,不仅是小型炸弹,根本不会遭受任何损坏,纵然是小批量的猴骨剂,也不会动气更击。 另外,它的地势也是一个罕见的车床型水库,所以哪怕是真的有一天三峡大坝遭到了损坏,它也会把大部分的水囤积起来,然后向其他水域排水泄横。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不必担心,会将自己的家园给淹没,而且要相信,我国的所作所为,一定是为了人民的,而建成的这些实际工程,也都是为了给人民谋福利。 所以我们更应该多想想,如何使我国更加昌盛,而不是迎期可慌,不是吗?